每日神话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婿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这里的殿指什么 用通俗的话来讲 殿指的就是华丽高大的房子 在律法时代 殿就是祭司用来敬拜神的地方 主耶稣说的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中的 这一人之水 很显然 这一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 因为只有主耶稣比殿更大 这话告诉人什么 告诉人要从殿堂里出来 因为神已走出殿堂 不在那里做工 所以人应当在殿堂以外 寻找神的教宗 跟上神心的做工步伐 主耶稣说这话 主耶稣说这话的背景 是因着律法下的人 已把殿堂看成是比神还要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人朝拜的是殿堂这个地方 而不是神 所以主耶稣提示人 不要朝拜偶像 而要敬拜神 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他说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可见 在主耶稣的眼里 律法下绝大多数的人 已不再敬拜耶和华 而是指走祭祀的过程而已 这个过程被主耶稣定为拜偶像 这些拜偶像的人 把殿看得比神还要大 还要高 他们心里只有殿 没有神 对他们而言 没有殿 他们就失去了七夕之地 没有殿 他们就无处朝拜 也不能行祭祀之事 所谓的七夕之地 就是他们打着 朝拜耶和华神的旗号 而获准 能待在殿堂里 行自己之事的地方 所谓行祭祀之事 就是他们能在殿堂里 以做侍奉之事来做掩盖 干他们个人 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就是当时的人 为什么把殿看得比神更大的原因 因为他们用殿做掩盖 用祭祀做幌子 欺骗人 欺骗神 所以主耶稣才说出这样的话 来提示人 这话拿到现在来说 也同样有效 同样有针对性 虽然现在的人 与律法时代的人 经历了神不同的做工 但是人的本性实质是相同的 在现在这样的做工背景之下 人依然能做出类似电比神大 一样性质的事 比如人把尽本分 当成是职业 把见证神与大红龙征战 当成是捍卫人权 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 把油点技术含量的本分 当成是自己的事业 而把敬畏神远离恶 当成是一具宗教的教义来守 等等 人的这些表现 不正与电比神大的性质 是一样的吗 只不过两千年前的人 是在有形的殿堂里 搞个人的经营 而今天的人 是在无形的殿里 搞个人的经营罢了 那些宝爱规条的人 把规条看得比神大 那些喜爱地位的人 把地位看得比神大 那些热衷于事业的人 把事业看得比神大 等等人的各种表现 让我不得不说 人在口里称颂神为至高 而在人眼里 一切都比神大 因为人一旦在跟随神的途中 找到了施展自己的才华的机会 一旦有了能搞自己经营 自己事业的机会 人便把神拒之千里之外 而投身于自己热衷的事业之中 至于神的托付 神的心意 人便早已将其 抛到九霄云外了 人的这些情形 与两千年前在圣殿里 搞各种个人经营的人 有什么两样呢